各位好 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六叔叔 在我的视频里经常出现这种视频调色前后的效果对比动画 本期教程就用四种不同的方法教大家制作这种动画 六叔的教程的特点就是给的多 老规矩准备好的同学请把OK打在公屏上 我们出发 制作对比动画前 我们需要将准备好的素材放在序列上 调色前的放在下面一层 调色后的放在上面一层 对齐 别搞错了 第一种方法 在效果面板里搜索彩剪 拖动到上一层的素材上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找到彩剪 将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在右侧选项前面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建立关键帧 把右侧的数值改为100% 再把播放指针拖到结尾 把右侧的数值改为0 来看看效果 原理是通过裁剪的关键帧动画 将顶上一层未调色的素材 向右侧裁切 逐渐露出底下调过色的素材 学会的同学请把OK打在公屏上 使用剪裁效果制作的对比动画 优点是非常的自有 比如可以给底部参数做关键帧动画 实现从上到下的对比效果 其他方向以此类推啊 缺点呢 就是无法做除了水平和垂直方向以外的擦除动画 来 我们看下一种 第二种方法 在效果面板里搜索线性擦除 拖到V2轨道上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找到线性擦除 拖到开头 过度完成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数值改为100% 再拖到结尾 把数值改为0 然后把擦除角度改为-90 看一下 实现了从左到右的擦除效果 修改擦除角度 比如-45 可以实现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擦除效果 修改这里的语化值 还可以做出这种颜色逐渐蔓延开来的效果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线性擦除的原理和裁剪差不多 但是更强大和自由 但是没有对比线 我们再看下一种 第三种方法 在效果面板里搜索VIP效果 老的PR版本叫做滑出 我这是PR2022 貌似改名字了 这其实是一个过渡效果 也就是转场 所以要拖放到素材片段的开头 播放一下 是不是已经有效果了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在序列中选中这个效果 就可以看到这个过渡效果的参数设置面板了 把边框宽度的数值改为10 就出现了一条对比线 还可以修改边框的颜色 比如白色 把反向打上钩 可以调换方向 有同学问了 那怎么调整动画的速度呢 很简单 在序列上直接拖动转场的长度即可 越长越慢 越短越快 这个方法不但简单 还是唯一一个可以很简单的加一条线的办法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还有没有更自由奔放的办法呢 当然有 选中VR轨道的素材 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找到不透明度 点击钢笔工具 新建一个萌板 画一个你喜欢的图形 比如一个四边形 调整一下大小 把萌板语化改为0 把播放指针拖到开头 在萌板路径这里的小描表上点一下 我们开始给萌板做关键帧动画 选中萌板两个字 否则你看不到萌板的路径 切记 接下来把萌板拖到左上角 刚好消失 再把播放指针拖到结尾 把萌板再拖到右下角 刚好消失 播放一下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用萌板的好处是形状你随便画 比如画个圆形 运动路径也可以随便弄 缺点就是没法画线 请同学们把妙打在公屏上 好了 一口气教了四个办法 各有优缺点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喜欢第一种剪裁的 扣个一 喜欢第二种线性擦除的 扣个二 喜欢第三种带线的 扣个三 喜欢第四种萌板的 扣个四 全部都喜欢的 扣个五 本期教程就是这样了啊 喜欢本期视频和六叔的同学 请三连支持一下 没关注的同学也可以关注一下 后面还有很多的精彩教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是六叔叔 爱你们 比心 拜拜